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怎么办 琪琪 你先去医院照顾妈妈 我去找妈妈的朋友姐姐看 你见到妈妈 不要再提爸爸的事情了 妈妈现在病得那么重 总之 不要再惹她生气了 我知道 妈妈 真对不起 你可以不再相信爸爸 好妈 但是你不能不相信你自己 快回去填一些职业 别耽误了 妈 我想多陪陪你 晚上再填 来得及 可不可以考虑 天 法律或者经济什么的 把摄影当成一种爱好 可我对其他的没兴趣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你不需要我相信自己吗 对 放心啊 我不是不借给你们 是你阿姨出差了 我根本取不出钱了呀 你先想想别的办法 要不等你阿姨回来 谢谢叔叔 来 来 来 嗯 心儿 真是对不起 你看阿姨的钱都交了房款了 我这儿哪儿只有两百块钱 你先拿着用 不用还了 不用了 我是来借钱的 姐 你借到钱了吗 没有 那你没有找妈妈的朋友 姐姐 现在朋友对咱们家来说 是奢侈品 姐 谁欺负你了 你告诉我 姐姐 要妈妈问起医药费的时候 你就说是杂志社借的知道吗 快回去吧 赶紧把志愿表填了 明早要交了 不然就要过期了 姐 我 你文化科考得还不错 第一志愿 你要看你自己的意愿 我看 另外填一个经济类的话 你想学涉移 姐会支持你的 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有点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